延平江进法补偿政策说明会约50名部落主任参加 会中延民会特别说明进法补偿政策104年立法院三赌通过后 105年全国申请合格面积有25981公顷 合法补偿金有5亿1962万 106年合格面积有38313公顷 合法11亿4939万元 那前年的说一公顷是2万块钱 那从去年开始就一公顷3万块钱 今年也是一公顷3万块钱 那经过三年的整个推动 我想我们也很想再听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 所以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意见 座堂会中部落主任永业提出意见 包括希望保护区及水源浓木用地等使用受限的土地都能纳入补偿 也有株人提出希望补偿方式应依公告地价 还有一些水源保护区 还有一些我们都市计划里面的不能开发实用的土地 是不是也列入我们进法补偿的范围里面 我们以我们土地的公告地价来核定 因为每一个区域的公告地价都不同 进法补助 以我们的公告地价来核定来补偿它 来补偿我们全国原住民 所不能跟踪的土地 这是最合理的一个方式 颜民会回应表示部落族人合理的意见 大部分已纳入修法内容 草案并已送至行政院审议 刚刚代表非常有前任 听他说我们这个浓木用地要列进去 水池水源保护区的要列进去 或者是自然保留区 国家公园管理区 甚至于这个都市计划区里面的原住民保留地 全部纳去我们的补偿范围 没有错 我们的修法方向就是从这边 颜民会也表示 107年禁法补偿 全国合格面积就有48,550公顷 补偿金本业底将拨置公所 并以12月份发放完成 原事新闻发布了台东颜民采访报导 大方的这张笔主席 大方的笔主席 在脔主席上激动的放置